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去年,CNN Travel对23岁的飞机座椅设计师亚利航德罗·努涅斯·维森特的双层座椅概念进行了报道,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和反响。 这种座椅看上去很有趣,但是也让本就不宽敞的经济舱显得更加拥挤了。 只要你坐过飞机,那你肯定能够想象那种场景的。 而这个设计对于航空公司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能够增加乘客的数量。 低成本经济舱一直是必要的存在,环境确实糟糕透顶,但是总归是能把你送到目的地的。 你已经习惯了人们的大呼小叫,习惯了飞机上的推销,习惯了孩子们的尖叫哭喊,习惯了在座位上蜷缩手脚。 之后你成功了,你终于到了人生中一个能够让你享受舒适飞行的阶段。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让你提前了解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下面我们就来聊聊你第一次坐头等舱会学到的15件事。 第一,这是衡量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的一个标准。 第一次坐头等舱或商务舱意味着你的生活取得了进步。 基于你的价值,你现在是一个配得上这种优质待遇的人了。 不论是你掏钱还是公司掏钱让你坐上了头等舱,你的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 坐头等舱意味着有人开车送你坐飞机,或者你可以直接从休息室进入。 你不再需要跟其他人一样排着长长的队伍登机了。 这是社会精英或者那些愿意为此买单的人的专属福利。 第二,是一次值得庆祝的经历。 你应该以一杯香槟开始你的旅程,因为这是既往开来的一刻。 这一杯敬你一路走来的成绩和前方正在等待着你的美好前程。 空姐的笑容会比以前更加灿烂一些,这时候你放松就好,不要着急。 你一入座就会拿到一条热毛巾,你的耳机有降噪功能。 你还会有一个储物舱,这样你就可以一登机就脱掉鞋子了,舒舒服服地享受你这段旅程。 第三,服务人员会给你充分地关注。 服务人员会对你虚寒问暖,随时满足你的需求。 头等舱就是会把你的体验放在第一位,只要你开口,喝完一杯香槟之后,马上就能续上下一杯。 他们会记住你的名字,并且在飞行全程都牢记你的喜好,他们都很有礼貌,从来不会匆匆忙忙的。 第四,飞机餐都是可以点菜的。 一起飞,你就会拿到列清楚所有东西的菜单。 头等舱或商务舱驳斥了海拔会让你食欲全无的说法。 这些食物会让你食指大动,惊叹不已。 因为它们会有针对性地增加盐的用量,来补偿你由于高度的影响缺失的那一部分对于咸味的感知。 或者,也有可能只是因为这不是那些便宜的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的料理包而已。 你在头等舱吃的95%的食物都是在你登机的前一天为你新鲜煮好的,你起飞之后才刚刚装盘的。 上菜的时候,服务人员会为你摆好桌子,铺上桌布,准备好一切。 葡萄酒会搭配得恰到好处,头等舱上甚至还有鱼子酱和牛排,你敢信? 在正餐中间,你还有自己的零食柜。 人们常说,重要的是旅程本身而不是终点。 这句话用在飞机旅行上再合适不过了。 你坐经济舱的时候,整个过程中都充满了局促和痛苦,恨不能马上就能到自己要去的地方。 这在短途飞行当中区别还不明显,因为我们人类是能够接受短时间的轻微不适的。 但是,如果你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一旦你体验过金钱能买到的舒适生活,那你就很难再回到经济舱了。 第六,平躺着睡觉是最舒坦的事情。 在头等舱,甚至在商务舱,都绝对不会有人会因为别人把座椅向后仰而烦恼。 你身边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你的小小宇宙。 这里面的所有东西都尽在掌握。 座椅可以调到好多个位置,总有一个位置适合你。 最大的变化是,你能够体验把你的座椅变成一张床。 在商务舱里,你可以自己按一下按钮。 在头等舱,有人会过来为你铺床。 很难以置信吧,他们会给你铺上干净的床单、枕头和毯子。 如果你有自己独立的座舱的话,甚至可以在座位上换睡衣,不用去洗手间换衣服。 夜间航班最好了,你可以舒服地躺好,睡个四五个小时后, 醒过来,就快要到目的地了。 第七,旅行并不仅仅是从AD到B地而已。 现如今,生活真的非常忙碌,所以有六到八个小时留给自己实际上是一种奢侈。 这个机会是很珍贵的。 利用这段时间看一部完整的电影或阅读一本书,玩一个电子游戏, 或者在飞机上观看一场体育比赛直播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如果能以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就更让人期待了。 要做到这一点,你肯定就不能够连WiFi, 这样你才能够在刷自己最喜欢的剧的过程中, 不受日常生活琐事的打扰。 这世界离了谁都照样转,有什么事等你下飞机再说吧。 第八,你周围都是其他成功又有趣的人。 如果你坐商务舱或头等舱的话,一定不要把自己单独隔绝开来。 你要多跟身边的人接触,因为他们要么是富有的名人, 要么就是在知名公司工作的人。 既然你被困在飞机上这么长时间,那就很可能要跟别人交谈。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建立人际关系和分享独到见解的绝佳机会。 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有一场让自己获益无穷的奇遇。 第九,你可以在豪华的休息室里放松。 你的头等舱机票可以让你进入机场的专属休息室。 在那里你可以淋浴、按摩、享受自己专属的高级免税店购物。 它们有让人目不暇接的自助餐和能够吃到各种菜肴的餐厅。 是转机或起飞之前的最佳休闲放松场所。 事实上,如果你的身价很高或者比较高的话, 你的银行还会给你一些福利,好让你继续在它们那里存钱。 还有虽然银行和银行之间会有一些差别, 但是如果你有什么类型的私人银行业务, 有黑卡或者白金卡, 银行通常会给你所谓的新贵通服务。 这就是一张信用卡, 能够让你随意进出世界上基本所有机场的休息室。 你也可以直接从它们的网站上买, 价钱大概是500美金左右。 实话实说, 如果你常常飞来飞去的话, 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但是还是能薅到银行的这个羊毛最好。 第十, 隐私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商务舱和头等舱的最大差别, 头等舱会更私密一些, 你可以开着门, 也可以把门关上。 当你关上门的时候, 你这间小屋子就像一个微型酒店房间, 可以打电话寻求服务, 或预约高级灌洗室的时间。 第十一, 睡眠套装和巨大的灌洗室。 头等舱里的大多数睡眠用品都是精心设计的, 睡衣超级舒服, 袜子有薰衣草或薄荷的味道, 牙刷好用到让你想要把它带回家。 所有消耗品都是五星级酒店的同款。 如果你没有自己独立地坐舱的话, 你就需要去飞机的灌洗室换衣服。 如果你去过飞机上的灌洗室的话, 就会知道那里总是又脏又臭的, 但是头等舱的灌洗室不是那样的。 这里只供少数的几个人使用, 每次有人用过之后, 都会有工作人员进去清洗, 比较新款的飞机甚至能够预定洗澡的时间。 实话实说, 你几乎会忘了自己是在飞机里, 而不是在酒店里。 第十二, 大多数乘坐头等舱或商务舱的人 是不会自己掏钱的。 商务舱的意思就是你的公司出钱给你买票, 旅行的费用是免税的。 所以, 如果你的公司发展得挺好, 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很少有人会自掏腰包, 我们还可以告诉你一个旅行小窍门, 那就是在机场升舱到商务舱或者头等舱, 比你订票的时候直接订要便宜一些。 通常情况下, 只有一半的头等舱机票能够提前卖出去, 所以航空公司会很乐意打折卖给你。 你可能花个600美元, 就能买到价值2000美元的机票, 具体花多少钱还得看当时的情况。 第十三, 这种感觉你会永远铭记, 但却再也无法复制。 第一次坐头等舱会让你兴奋到起鸡皮疙瘩, 你会全程都无法抑制自己的笑容, 因为这感觉实在太奇妙了, 尤其是如果你以前全都是坐廉价航空的话, 这种感觉会更加明显。 糟糕的事情在于, 你再也不可能会有同样的经历了, 因为你已经体验过了, 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了, 游减入奢益, 游奢入减难。 我们大脑的适应能力真的很有趣。 第十四, 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下那种奢华, 开开眼界, 哪怕是只有一次也好。 我们认为, 每个人都应该驾驶一次豪车, 试一试吧, 攒够钱给自己买一张商务仓的机票,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因为一旦你尝试了, 你就会明白是可以舒适到这种程度的, 而且这是你可以触及的东西, 它会激励你更加拼命, 更加努力地工作, 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第十五, 靠自己争取来的滋味更加香甜。 这种经历真的非常美妙, 虽然说, 如果你的伴侣或者追求者, 给了你这样一个大大的惊喜, 你也还是会很享受, 但是你应得的和你自己赢得的之间, 还是有一些微妙的差别的。 你可能是应得的, 但是如果你能自己豪气地掏腰包, 自己付钱, 那感觉就更美妙了。 那么, 我们想问问那些, 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商务舱旅行经历的人, 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呢? 你的第一次商务舱旅行是怎么样的呢? 你坐的是哪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呢? 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吧。 为了感谢你们陪我们到了最后, 我们还是要给你一个小奖励, 那就是这并不会改变你是谁的事实。 当然这种舒适让人感觉非常好, 所有的呵护备质和细致入微都让你很受用, 但是这并不会改变你, 你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同, 你只是成为了更加丰富的自己而已。 人们以为生活中升级的东西就是一种改变了, 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现实中改变的只是你对于你周遭的世界 和你自己的认识而已。 升级只是让你提高了对于自己的了解, 所以我们非常赞成你去尝试。 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完全地了解自己,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置于各种情况和环境当中, 不要成为那样固步自封的人。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堆金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